传奇故事会,我是大嘴 在山东河南河北这地儿,有一个词叫做劫手,就是上厕所的意思 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劫手怎么跟上厕所也联系不起来,这词是怎么来的呢? 相传这词来自于600年之前,公元1368年大明朝建立 1399年到1402年,静难之际 朱棣定顶中原了,几十年的战争,让从南京到北京,山东河南河北江苏这个地方 人烟稀少,时势久空,千里无鸡鸣,百里无人烟 朱棣一看,黄河中下游地带,水土肥沃,怎么能没人呢?全慌了 大臣们怎么办呢?移民吧 从哪移呢? 纵观各个省份 山西这个地方最好 哎,就动员山西的老百姓啊,往山东河南河北这这移 老百姓他不愿意离乡背井啊,脱嫁带口这么多人,不愿意去,没人报名 怎么办呢? 光当地的官方想了一办法 就动员大伙啊 咱们大伙啊 这个谁不愿意移民的啊,咱就到 山西洪铜县大槐树那集合 剩下的在家里的 我们 就用刀用枪 给他赶了去 没几天功夫 这个山西洪铜县大槐树这就集合了几十万人 这官兵呢,一看,嘿,这么多人 就派兵马,把这山西洪铜县大槐树的几十万人 围了起来 老百姓一反应过来,藏的藏,跑的跑,颠的颠,逃的逃啊 这个官兵没办法 想了一损招 就把这些人呢,全捆起来 哎,拿长长的绳子捆起来 捆着手 拴成线 你们 一个一个的往山东那边走 你想想,老百姓 受多的苦啊 被骗来的 往山东走 从山西到山东 几千里地啊,老百姓拴着手来的 但是 半道上 谁要是想上个厕所 就跟上 哎呀,关钉 解开我的手 我就想撒尿 这关钉,我想解开手 我想拉屎 时间久了之后 老百姓这事简化了 官兵,解手 官兵,解手 哎,时间一久了 解手 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 解手 就是这么来的 传奇故事会 咱们明天 接着聊